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若川同学的频道 分享科技产品,体验科技生活,我是若川 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一个特别好用的工具 它的名字呢,叫做ToBeBuddy 就是我屏幕上正在看到的这个插件 这个插件是一个什么样的插件呢 我相信所有做YouTuber的朋友应该都知道 并且都用过 只不过是有的同学呢,选择了使用付费版本 有的同学呢,选择使用免费的版本 但是其实付费版本和免费版本到底它的差异性有多大 ToBeBuddy到底是怎么来使用呢 今天呢,我将要告诉大家来如何进行使用 因为我自己本身是一个ToBeBuddy专业版的付费的人员 所以说呢,我刚好可以把付费专业版的ToBeBuddy使用的方式展示给大家 希望能够对大家有用 那么现在我们就飞话上说,马上进入到使用教程当中去 首先我们如何去使用我们的ToBeBuddy这个插件呢 我相信很多没有用过的小伙伴他会有这样的疑问 所以说呢,我在此简单的说一下 首先你需要打开Chrome的这个更多工具 然后选择扩展程序 之后呢,你在这个地方,这个搜索框 输入ToBeBuddy的这个名称 然后它就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插件 你去选择打开使用即可 非常非常的方便 或者是说你去登录ToBeBuddy的官网啊 然后它会有教你如何安装使用 这个我就不给大家多说了 然后呢,我就进入到了我的YouTuber当中去 我成功安装完ToBeBuddy这个插件之后呢 看到这个地方,大家可以看这个地方 就会有这样的一个ToBeBuddy的一个显示的东西 我们点击它,大家可以看一下 点击它之后呢 它会有这样的一些提示 还有一些菜单 我们把它转译成中文看一下 它这边就提示我们有仪表版 仪表版,影片 包括评论,分析工具 关键词浏览器,SEO工作室等等 非常非常的多 我相信你登录完成之后呢 如果是第一次使用前14天 它是会给你一个专业版本的这种ToBeBuddy的使用 所以说呢,你能看到非常非常多的东西 然后这边有工具,有留言内容 然后还有行业新闻,大事迹等等 其实这些东西我都相对而言用了都比较少了 其实我主要用的它最多的地方之一呢 就是这样来使用 大家可以看一下 比如说我今天想要拍摄一个关于iPhone 12的视频 然后这个时候呢,其实我是搜一个iPhone 12 然后搜完iPhone 12之后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结果 大家看到结果之后呢 这边会有一个搜索资源管理器 这个就是ToBeBuddy的一个内容 如果没有安装ToBeBuddy插件的话 你是看不到的啊 然后它这边会有两个 一个是搜索量 还有一个是竞争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就是它的搜索量其实还是非常非常高的 大家可以看到 在绿颜色这个地方它是非常非常高的 但是它的竞争是非常非常差的 也就是说虽然搜索量很高 但是关于iPhone 12的这个关键词的视频真的是特别特别多 所以说如果说我们再做这个视频的话 其实我们得到的结果其实未必是有多好 然后我们把它转移成英文再看一下 转移成英文的话 它会出现这样的一个英文单词 然后并且它的指针是在红色 所以说就代表这个关键词 它的竞争程度是非常非常大的 所以说它就不太建议我们去做这样的一个视频 然后呢这边是一个关键词 关键词的统计 然后这个关键词的统计呢 它会给你统计出来 每月搜索到底是总数有多少 大多数观看 包括最少意见 标题中的关键字 说明中的关键字等等等等 非常多 包括还有一些相关的搜索 相关搜索其实这一些就是一些常委的关键词了 还有一个最常用的标签 这些标签就是加在我们视频当中的比较常用的 也是比较多的一些 就是浏览量 或者是说能够给你带来大流量的一些比较常用的标签 这些都是 唯一好的一点是说我们可以复制这些标签到我们的简介版当中去 后期在我们的视频当中呢也可以用到这些标签 所以说呢我们不能够使用iPhone12的这个关键词 但是我们可以根据它的提示 然后来选择一个相对而言比较常委的一个关键词 那我们来搜一下比如说像iPhone12摄像头 那如果像iPhone12摄像头这个关键词呢 它的结果会是什么样的呢 OK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就是一个gold 它的竞争程度就会非常非常的合适 直接就是最优秀的 但是唯独它的搜索量其实是非常非常低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关键词的一个排名的情况 总的而言呢 ToBeBuddy它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可以正确的认识我们关键词的这样的一个工具 能够让我们很清楚的知道我们的哪些关键词 它的搜索量如何 它的竞争程度是如何的 这样的话就能够保证我们做出来的视频 能够使用得上非常合适并且好的这样的一个关键词 这是我经常用到的ToBeBuddy的第一个功能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进入到我自己的工作室当中去 我会随便选择一个视频 就比如说这个视频 这个是我前几天刚刚上传的一个新视频 我点击打开 然后呢我们会在这个地方有一个关于ToBeBuddy的一个工具 然后我们点击 因为这个地方是英文 所以说我们把它翻译成为中文 到了这个地方呢 我用的比较多的就是这个SEO的工作室 我点击SEO的工作室 它会弹出来一个关于ToBeBuddy的一个弹窗 然后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把我们的关键词就给输进去 然后呢因为我这个视频用的关键词是免费上字幕 这一个常委的关键词 所以说我点击开始 之后呢它就会提示我们有四步 第一步呢就是标题描述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地方 针对于我们我的这个免费上字幕的关键词呢 它给我做了一些检查 在标题中是否包含目标关键词 OK 我的标题当中的第一个关键词就是我的目标关键词 所以说这个地方它是可以提高我的分数的 然后呢在标题的前60个字当中包含目标关键词 这个也是OK的没有问题 第三个在标题中自然包含你的目标关键词 这个也是相当自然了 这个我就不用多说了 第四个呢在说明前200个字符中包含目标关键词 也就是我们这个说明的描述 所以说呢我在我的200个字的之前呢 我加了一个免费上字幕教学视频这样的一个关键词 这样的话呢就会让系统能够更准确的抓到我的这个目标关键词了 OK我们完成了第一个标题描述之后呢 我点击下一个 下一个呢是关于我们的标签 大家也看到了我加了比较多的标签 总共有494个标签 这个标签它是怎么来的呢 我相信有很多同学他在做完视频之后 贴上几个他想要的关键词之后呢 他就想不到再有其他的标签了 但是to be body它有一个非常大的好处就是 它会根据你现有的标签 匹配出大流量的标签 包括适合你这个视频的标签 它会推荐给你 并且你可以一次性的全部添加到你的标签库当中去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就是to be body推荐给我的 然后呢我们再看一下右边如何提高分数 第一点将确切的目标关键字作为第一个标签 那当然就是免费上字幕这个标题 这个我已经添加上了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第二个包括更多的标签 更多标签的话 其实我现在已经添加了494个标签 几乎是已经添满了 我如果再添一个其他的话 很有可能就会超出提交不了 所以说我只是添加了494个 并且呢这边其实它还会给你关联得出一些 与你这个视频相关的一些标签 这个我们都是可以去进行实时选择的 OK我们进行完第二步呢 然后我再进行第三步 第三步其实就是对你的视频的这个封面 去做一个简单的推荐提示吧 就是教给你怎么去做一个这种缩图 视频封面来吸引我们的观众 大家可以看一下左边这个地方 他会给我们推荐了很多 他认为觉得非常好的封面 针对于我们这个视频的 所以说比如说像这一个 然后像这个这个 其实他们都是做的蛮不错的这些封面图 像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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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做的蛮不错的一些封面图 这些封面图呢我们都可以学习它是怎么做的 并且我们的右边呢他会给我们一些提示 比如说使用鲜艳的色彩和高对比的图像 然后尽可能包括人脸特写 确保文本足够大可以在任何设备上阅读 使用与您品牌一致的颜色字体和形状 等等等等这一些 如果说我们按照他现有的这个方式来做的话 其实是能够非常好的去进行获课的 然后呢 所略图也就是我们的封面图结束之后呢 我再点击下一步 下一步之后呢 他会告诉我们很好 油画的标题说明和标签已经准备就绪 这个时候你需要应用到你的视频当中去吗 如果你还没有保存好的话 那你就点击保存草稿 但是你如果你已经准备好的话 那就点击应用于视频吧 因为我的视频呢已经应用过了 所以说再次我就不会再一次去应用了 我就直接就点击关闭了 2Bbody呢 还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些其他的内容 就比如说像这个地方 它会有一个最佳实践 它会提示我们添加字幕 不仅可以帮助听障用户使用您的内容 还可以提高您的搜索排名 这个地方它提示我们通过字幕 然后来提高我们的搜索量 包括固定的评论 还有在Facebook上获得赞等等等等 这些还是非常多的 其实这一些我基本上用的比较少 然后我也不太喜欢去使用这个 当然我还有一个使用比较多的地方 就是这个标签栏 大家也可以看一下 我目前的这个标签呢 其实它就比如说像这一个 这个的话 其实它是针对于我的这个关键词搜索的话 我是排在第一位的 当然这个关键词的话 其实就是非常好的 还有就是这一个视频 这一个视频是排在第14 这个是排在第26 所以说呢 我们的2Bbody就会很快速的 并且很容易的把我们的哪一些关键词好 并且我们哪些的排名都会告诉我们 并且呢 它还会在下边去给我们推荐 非常非常多的这样的标签 但是这边有一个比较注意的地方 就是这种红色的标签 虽然这种红色的标签非常多 但是这证明2Bbody不建议我们使用这样的标签 因为红色的标签 其实它并不能带给我们流量 而我们使用什么样的标签呢 就比如说像这种绿色的标签 这种它是可以能够给我们带来一些比较大的一些流量的 因为我刚才添加了一个绿色的标签呢 所以说我需要把一些使用不到的标签 也就是效果不是很好的标签给删掉 这样的话呢 我们能够很准确的知道 我们的视频到底使用什么样的标签会更好一点 然后呢 不光有跟我们视频有相关性的标签 包括关键字的分数 还有就是搜索量 这些标签都会推荐给我们 让我们来进行选择和使用 所以说呢 通过这样的方式 我们就能够非常快速 并且非常好的去对我们的视频进行SEO的优化 能够让我们的用户更准确的知道 我们的视频才是它真正需要的 之后呢 我们回到我们的首页当中去 因为刚才我看到有一个讯飞意志 这样的关键词是排在第一位 所以说呢 我搜索了一下 大家看到没有 我的这个视频呢 就排在了视频的第一个 并且呢 我的这边其实 它的这种效果是非常非常好的 虽然 它的搜索量并没有那么高 但是它的竞争非常非常的小 好了 今天的视频呢 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如果大家对ToBeBody有兴趣的话呢 欢迎大家与我进行沟通交流 或者是付费使用ToBeBody的高级的版本 相信 你的视频会越做越好 OK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 我们下一期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本期视频